2005年,陈凯歌这部电影耗资三个亿请来中日韩巨星加盟 演员阵容可谓豪华 张东建、甄田广之、张博之、谢听风、刘夜 可就是这样强强联合下 被观众大骂是烂片 豆瓣也只有5.4的低分 陈凯歌还公开对观众说 这部电影十年内你们看不懂 那么一起来让我们看看这部电影吧 电影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世界 这个世界战乱纷纷民不聊生 小女孩清成冒着生命危险 从死去的尸体上抢下了一个馒头 清成刚要咬下去 但转念想到了妈妈 便拿着馒头飞奔回家 半路上看到一尸体的鞋子不错 便要抢下自己穿 结果这是一个陷阱 馒头也掉到了男孩的手中 清成让男孩把馒头还给自己 男孩就是为了抓清成才设立下的这个陷阱 男孩霸道的认为 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只要清成答应做他的奴隶 男孩就把馒头还给他 清成让他把自己放下 就做他的奴隶 清成下来后 夸男孩的头盔不错想看看 单纯的男孩信了 把头盔给了清成 清成直接将男孩给砸翻 拿着馒头逃走了 清成来到一片小溪时 不小心将馒头掉了下去 清成蹲在地上哭泣 这时满神出现 将馒头给他带了上来 满神心疼清成现在的生活 无极可以给清成天下最好吃的东西 最美的衣服 天下一切都会是他的 但有一个很小的条件 那就是他永远也得不到别人真心的爱 就算得到了也会马上失去 清成现在想活下去 他答应了 满神告诉清成 答应了就永远不会改变 除非时间逆转 喝水倒流 人死复生 十二年后 在马蹄谷中将要发生一场战争 三千士兵要攻打两万蛮人 但士兵们却胸有成竹 因为他们有光明将军 他是战无不胜的战神 鲜花盔甲的主人 光明将军用1330文买了133个奴隶 光明让奴隶们站起来 人贩子告诉将军 奴隶们不会站 只会跪会爬 光明将一块熟肉放在奴隶的面前 给了跳得最高的奴隶 光明让奴隶跳下峡谷引出蛮人 弓箭手在上面进行射杀 结果奴隶们一跳下峡谷 就遇到了蛮人放出的野牛群 奴隶们瞬间死伤惨重 他们拼了命地往上爬 光明命令弓箭手射杀他们 这些奴隶在光明眼里就是死人 有个叫昆仑的奴隶跑得极快 竟然将野牛群又引回了远处 让蛮族自讨苦吃 光明带着手下趁机杀了下去 将蛮族杀得溃不成军 光明武功高强骁勇善战 抢下流星锤以一抵摆 胜利后 士兵高呼着光明的名字 光明找到了昆仑 昆仑十分的忠诚 主人死后将他好好埋葬 光明问昆仑愿不愿意做我的奴隶 昆仑答应了 因为光明可以给他肉 光明让昆仑不要再跪 要给他跑 前方士兵来禀告光明 北公爵率领大军包围了王城 王被困在了城里 王命光明即刻回去救驾 光明带着昆仑先走 让大军随后赶到 在一个密林中 光明和昆仑迷路了 两人决定分头去找 找到后发信号 光明在林子中遇见了一个红衣女子 光明让女子不要爬 她不杀无辜的人 女子嘲笑她说假话 质问光明 那些奴隶是怎么死的 女子就是刚开始的满神 满神告诉光明 你要白跑一趟了 光明不信 满神要和他打个赌 光明赢了 满神就让他以后永远不败 光明心动了 满神要和他赌的 就是千里亲王的结果 无极让光明看到了最后的结果 鲜花盔甲的主人会杀了王 光明问满神 就算我输了 你要神吗 满神回答 你的一滴伤心泪 光明笑了 让他换一样自己有的 只要动情就一定会有伤心泪 动情的时候 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满神说完就离开了 光明也找到了出口 在半路上他遭到了暗杀 刺客一身黑袍剑法极快 身形飘忽 有如鬼魅一般 光明根本不是其对手 刺客告诉光明 我的主人不但要我杀你 还要你的鲜花盔甲 危机时刻 昆仑抱着头盔赶了过来 刺客让昆仑把头盔给自己 昆仑开始跑 黑袍刺客竟然追不上 他问昆仑 谁教你跑的这么快 刺客认出了昆仑是雪国人 他不再杀昆仑 离开了这里 光明受了重伤 不能赶去王城 他将鲜花盔甲 让昆仑穿上 让昆仑替自己回去 把王救出来 昆仑问 谁是王 光明回答 手上没有武器的 王城这边 北宫爵吴欢带着重兵 将王包围 吴欢来到这里 不是为了王位 而是为了一个女人 女人就是当年的 那个小女孩 清成 满神没有骗他 清成长大后 拥有着清国清成的面貌 成了王的女人 有着穿不完的衣服 有谁想看看 我等会想穿的什么吗 清成这句话 如同有着魔力一般 士兵们都放下了手中的兵器 王哈哈大笑 让他再托 清成知道 王根本就不爱他 他让所有士兵 用弓箭指向王 这时昆仑穿着鲜花盔甲来到了王城 王以为自己的救兵来了 瞬间放松了起来 要将清成给杀了 谁知昆仑为了救清成 将王给杀了 昆仑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女人呢 要将清成给救走 结果来到了一悬崖处 清成不再相信任何人 他要跳下自杀 昆仑劝他 不要死 要好好活着 吴欢带着手下感到 他一直都很崇拜光明 为了得到清成 他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而鲜花盔甲的主人 却用了一瞬间 让他也走上了绝路 吴欢让昆仑跳下去 他就会放了清成 昆仑为了救清成 义无反顾的跳了下去 吴欢没有放了清成 将他关进了一个金笼子里 还让他将羽毛做的衣服穿上身 昆仑没有死 而光明杀了王的消息 传到了各国各地 手下将他绑起来 要让野狼将他吃掉 光明本想解释 但助手都认为 天下敢杀王的只有他 满神从天而降 光明告诉满神 你说了 杀王的不是我 满神告诉光明 自己说的不是他 而是鲜花盔甲的主人 会杀了王 我就是鲜花盔甲的主人 从今以后你就不是了 鲜花盔甲将会有新的主人 只有这个人 才是天下的战神 也只有他 才会得到清成的爱 光明不服 要和满神打赌 鲜花盔甲是他的 清成也是他的 满神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将光明给放了 昆仑跪在地上 来给光明请罪 光明问他 为什么要杀王 昆仑回答 他要杀一个 叫清成的女人 光明没有杀昆仑 他让昆仑将鲜花盔甲 还给自己 盔甲到手了 如今就差清成了 光明让昆仑去 将清成找回来 昆仑偷偷潜入皇宫 在清成身上绑上绳子 如同放风筝一样 要将清成给救出宫 这段真的有点超前了 对于2005年的观众来说 很难理解 但如今来看 会觉得十分浪漫和自由 吴欢一飞镖将绳子割断 挥动黑旗将两人困住 昆仑将吴欢打退 要带清成逃出城门 这时光明穿着鲜花盔甲出现 清成以为是光明救了自己 转身跑向光明 昆仑为了让清成离开 用尽全力将大门打开 自己最后被吴欢抓住 黑袍刺客鬼狼告诉吴欢 杀死王的人是昆仑 不是光明 他被骗了 吴欢知道这个消息后 将身上的士兵全部杀死 这样就没人知道是谁杀了王 吴欢让鬼狼去将昆仑杀掉 他一死 杀王的事就弄假成真了 吴欢给鬼狼下了死命令 他不杀自己的同族人 就收回他身边的袍子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昆仑不敢相信鬼狼会对自己动手 两人在笼子中疯狂的跑了起来 可跑得再快 终究跑不过命运的束缚 最后鬼狼被昆仑反备制服 鬼狼十分的怕死 他让昆仑不要杀他 自己会带他出去 光明将清成带到了一个小草屋 清成问他 为什么要为我杀掉王 为什么要给我跳悬崖 光明回答 为了让你爱上我 我不想再爱任何人 光明十分强硬地要亲他 清成将他推开 昆仑也逃回来伺候两人 可以再见到清成 他十分的开心 第二天一早 清成就要离开这里 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得不到真爱 光明大怒 让昆仑将他给杀了 昆仑却下不去手 光明也知道挽留不住他 但他相信 海棠花落尽的日落之前 清成一定会回到他的身边 昆仑为了清成两次违背了光明的命令 光明不要他了 将他给赶走 昆仑要回自己原来的地方 在半路上他晕倒了 鬼狼出现要带他回家 回到雪国 昆仑在这里见到了妈妈和妹妹 昆仑很喜欢雪国 他问鬼狼怎么没了 鬼狼说从他两岁成为奴隶后 一切就不存在了 昆仑还想再见到他们 鬼狼教会了昆仑真正的奔跑 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 就像风起云涌 日落月升 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 就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爱上一个人 昆仑领悟之后跑得更快了 海棠花落尽 清成还没有回来 光明不知不觉已经爱上了清成 他留下了伤心泪 昆仑要背着光明去找清成 日行千里踏水而行 追上了清成 清成再也忍不住了 抱住了光明 就算以后失去 他也要爱 光明问他 我得到了 你早就得到了 就在你杀王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你 光明心里清楚 杀王的人是昆仑 他想起了满神对他说的话 当海棠花凋下的时候 日月会出现在同一片天空 他们将重逢 昆仑也慢慢的走向了清成 光明扭身抱住清成 不让清成看到 但命运是无法阻止的 清成 我想好了 那一道我是不会看下去的 昆仑就是来和清成做最后的了断的 他要回家了 光明也得到了清成的身子 在小草屋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 昆仑明白了心中的渴望 他的速度超越了时间 见到了雪国之间发生的事 吴欢从小就听说 雪国人的奔跑天下无双 所以来到雪国想要找一个奴隶 可雪国人没一个人愿意 吴欢要将他们全部杀死 鬼狼为了活命 答应了要做吴欢的奴隶 吴霞要测试一下他的跑步能力 将鬼狼折磨得痛不欲生 才将黑袍给了他 黑袍在电影中代表着重生 快死的人穿上他就能活 并且可以穿越时光 但一脱下就会死 从此 鬼狼就成了吴欢的刺客 昆仑大骂鬼狼是叛徒 鬼狼对他说 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我只是想活下去 昆仑要去找吴欢报仇 这天光明的手下找到了他 吴欢已经被他们给制服 他是叛贼 光明才是真正的英雄 光明为了权力抛弃了清城 来到了王城 将士们都是高喊着光明的名字 光明很喜欢这种万人敬仰的感觉 昆仑从雪国回来后 又来见清城 清城让他帮自己把光明找回来 昆仑答应了 这一切都是吴欢给光明设的圈套 目的就是将光明引过来 鲜花盔甲被吴欢得到了手 清城也被带了回去 晚上昆仑秘密潜入到了光明身边 将他给放开 但光明觉得自己已经输给了吴欢 丧失了自信心和斗志 昆仑要拿走鲜花盔甲 光明已经不配拥有了 他要穿上鲜花盔甲告诉清城 自己才是真正杀死亡的人 鬼狼要替昆仑偷出盔甲 却遇上了吴欢 鬼狼为了昆仑和吴欢动手 但他终究还是太懦弱了 被吴欢差点毁灭 危急时刻 昆仑感到将吴欢制服 吴欢只好脱下盔甲 让鬼狼递给吴欢 但吴欢给鬼狼两个选择 盔甲还是袍子 鬼狼这次没有懦弱 他要做一回自己 将盔甲给了吴欢 鬼狼脱下了袍子 飞灰烟灭 吴欢让昆仑可以走了 昆仑这次也没有懦弱 他穿着鲜花盔甲 在审判会上 说出了自己才是真正杀死亡的人 清城此时才知道 自己爱错人了 审判会长老命令 把他们所有人都给抓起来 吴欢将他们绑着 面前放着食物喝水 可他们拿不到 就像两人拿不到他们的爱情一样 吴欢对清城讲 你是这个世界第一个骗我的人 原来吴欢就是清城小时候打晕的小男孩 至此吴欢再也没有相信过任何人 清城毁了吴欢当一个好人的机会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吴欢还一直有个梦想 他想要让光明把袍子穿上 成为他的奴隶 因为光明一直压他一头 吴欢将光明放下来 让他穿上了袍子 可吴欢这次还是信错人了 光明拔剑杀向吴欢 两人武功旗鼓相当 最后战成两败俱伤 吴欢将刀放在了清城的脖子上 光明用黑袍勒住了吴欢的脖子 光明让吴欢放下刀 吴欢先让光明放手 他再放刀 两个彼此都不相信任何的人 决定在这个时候相信对方一次 约到同时放手 但吴欢放下刀后 光明也勒死他 吴欢手中早就拿起了另一把刀 捅向了光明 昆仑用绳子将吴欢拽到自己面前 用刀捅向了吴欢 吴欢临死前也捅向了昆仑 这一切就如同吴吉所预言的 光明落泪了 就是他的死期 清城就算得到了爱情 也会立马失去 但昆仑为了清城 愿意穿上黑袍 他要给清城另外一次选择的机会 黑袍的力量可以穿越时光 昆仑让清城回到了那个起点 吴吉是陈凯歌指导的一部 东方奇幻史诗电影 由张东建 甄田广之 张博之 谢霆锋 刘烨主演 电影最大的诟病就是看不懂 陈凯歌还公开对观众说 这部电影 十年内你们看不懂 所以为了能看懂这部电影 观众也是纷纷解读 吴吉要表达的含义 有的人说 他如今看 还是一部烂片 有的人说 他现在成为了经典 陈凯歌的电影 真的确实很难看懂 不止吴吉 包括荆轲刺亲王 《道士下山》《妖猫传》也都是这样 或许是因为陈凯歌的拍摄电影的手法 比较与众不同 需要观众进入到电影深处 才能看懂 其实不是所有观众 都看不懂陈凯歌的电影 只是现在很多观众 更喜欢清晰明了的 把主旨思想表达出来 毕竟每个人都很忙的 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看好几遍一部电影 很多观众 都是被媒体 群众 他人牵着鼻子走的 包括看电影 听音乐都是 他们的认识体系 都是别人灌输的 也无理由自己 重新建立起来 包括张艺谋的《英雄》也是 一上映被多少人骂 这些文艺电影 也许真的只有少数人 才能看懂 现在的电影票房 是真的一步比一步高了 这些有意境的电影 真的要给商业片让步了 那么你认为无极 算烂片吗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 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 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面